全油管最快新闻,财联社报道,随着一线城市纷纷优化楼市政策, 供摊面积问题再度成为市场关注焦点。 近日,陕西西安的一位购房者因新购的公寓供摊面积过大拒绝收房。 房地产行业分析师表示,目前不少高层小区的供摊面积超过30%,导致得房率较低。 对此,一些购房者表示希望按套内面积计价。 有观点认为取消公摊面积计价方式将减少房企丸猫腻,保障购房者权益。 然而,取消公摊面积对房价影响并不大,因为房屋总价并未改变。 各地对于公摊面积的取消仍存在争议。 关注内蒙古住建厅将取消公摊面积的建议列为立法项目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